大家好我是雷琴 那這個呢就是我的一圈訂閱活動的第一集 但是這個的話是算是我們算是同一張地圖啊 就上一次那個影片 那我這一次是因為阿線他跟我說 他可以提供我重壇那邊的畫面 因為那時候我們上一集是第一集沒辦法看到 那我們就跟著阿線一起去看看 重壇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相信有的人也會蠻好奇的 重壇這一場是4對9的重壇 那他們為什麼沒能推過來 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們就來看看吧 阿線也就是CI000363 那他開了他的T29 來到了重壇的交火區 史古拉T25走這邊我不知道 我沒有注意到他走這邊 其實走這邊 中坦走這邊不太好啦 因為沒什麼本錢跟人家打 就是沒中甲沒活力的 來看看喔 對面 看我自由視角好了 飛過來看一下 他在這邊做一個賣頭的動作 因為他的頭過硬嘛 然後虎P下去了 下面還有KV2也下來了 然後他們IS 喔 他們的重壇都是 都是比較後面一點的 他們真正 喔來了 嗯 來看看這邊有沒有發生什麼效果 還有FV304都跑到這裡 喔就是丹尼他 就是我說的丹尼他不小心跑出來 KV2沒有 這邊真的很打得很激烈 看到了 虎P怎麼瞬間就被收掉了 那阿信還在那邊賣頭是嗎 對他在賣頭 他在打那邊的KV2 我看我讓視角移動慢一點好了 免得大家都頭暈了 哎呦 G29出來囉 KV2打到了阿信 可是只扣了111 我猜是打到砲塔 不然不會扣那麼少 大概至少都扣370 應該說他們的歐逆沒有過來幫忙 所以 所以他們這邊會比較難推 如果他們歐逆有過來的話 他們這邊會好推很多 然後因為T29有頭可以賣 他在賣頭 所以上面的重壇打不過來 他們到下面的重壇有點太少了 我覺得我這樣講應該可以了 就是他們 他們到下面的重壇其實只有 KV2兩台還有一輛 一輛虎式坦克而已阿 那他們 可是他們這邊下面有 虎P2台還有一輛OI還有一輛Skoda T25 所以說 他們 應該說他們沒有 他們 都待在上面了 他們如果要成功推過來 我覺得應該是要拉近距離才比較好 所以遠距離真的 推不過來 這種就要硬推會比較好 如果我是對面的話 我會選擇 走 走 走橋下吧 因為T29在那邊賣頭 根本打不贏阿 所以如果還繼續待在橋上的話 就是做死阿 那 來看一下KV2 VSOI 跟那個 這個 這邊 這邊會贏 是為什麼 艾斯醉毀了 記得艾斯醉毀了 喔 很幸運的他們被KV2打穿了 哇 兩輛可以了 對 就是要有人要主動要出去扛炮 不然的話 會 絕對 絕對 不會打起來 一定要有一個人先出去扛炮 才會開始 互相交火 才會打起來 然後 他們 也有往下跑了 KV2那台又跑下來了 他也知道 要打 你必須要往下 泰哥 歐逆過來 歐逆回來 歐逆回來 歐逆有回來 我沒看到了 哇 好多台 沒中 歐逆沒打到 然後艾斯 就在這邊追回了 這真的是 太可惜了 他的血量那麼多 就直接沒 就這樣就沒了 歐 掉下來了 然後 阿信他有屍體可以賣他的那個鐵頭 所以他 他在那邊其實蠻有優勢的 而且他還打到二主了 真的也不得不說 他會玩 那 歐 對面打了一發一批彈 其實 KV2掉下來壓那個虎皮 我覺得是沒問題 但是 IS真的有點太可惜 可憐了 IS他真的可憐 那 可是 IS玩 那個有人在影片下留言說 那個IS其實是他的帳號 沒錯 可是不是他本人玩的 是別人去玩的 這 這個虎一 嚴重失誤 他沒打到 不然他其實可以把歐歐解決掉 然後他當然就被T29解決掉 不過T29也沒打到那個 我們就把這邊看完吧 T29現在血量剩多少 難怪他要那麼小心 而且他炮手死掉了 被KV2 我弄死 他把那個IS的屍體推出去當盾牌 這就是 如果是虎一應該會嘗試 秒他車長卡吧 成功了成功 好啦 那這就是 壯坦方面交戰的內容 請期待第二集 第二集的話 是我玩B sharp的那個 第二場 第三場 第二場其實打得很爛 我打得很爛 第三場 玩得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就期待了 這就算是 這算是在第二 第二場跟第一場 因為說 第二個地圖 一千訂閱地圖解析跟 第一個的之間 所以我就把它定成第1.5集 怎麼看到我手機充電線 的線 斷掉跑出來 好啦 那謝謝大家收看